如今的中国田径三大花旦 梁小静、韦永利、葛曼奇 他们三人都取得了女子白米比较好的成绩 韦永利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9 葛曼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4 梁小静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3 虽说个人最佳11秒13与韦永利葛曼奇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是在同场竞技当中却是最为稳定出色的一位 去年的世锦赛战胜了韦永利葛曼奇 成就了100米200米的双冠王 在多哈世锦赛中也是身高虽然只有一米57 但浓缩的都是精华 就像是在2019年国际田连挑战赛柏林战 女子100米欲赛中 梁小静与韦永利是同场竞技 同时还有三名德国选手 两名英国选手 一名美国选手 还有波兰选手伊娃 韦永利处于四道 梁小静分在了八道 这条跑道诞生了两大短跑世界纪录 2009年柏林试剑赛 横空出世的博尔特 就在此标出了9秒58和19秒19的好成绩 斩获了100米和200米的双军 因此柏林蓝色跑道助推韦永利梁小静 创造好的成绩 名枪开始后 韦永利呢 起跑一班 而梁小静呢 是迅速启动 跟在了最前的斯沃伯达和菲利普 途中跑呢 韦永利加速 稍微的缩小了差距 但是梁小静和其他的欧洲高手啊 实力都是胜他一筹 始终领跑在前 梁小静呢 发挥不错 最终呢 波兰的伊万 以11秒07获得冠军 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英国的菲利普 以11秒10 凭了个人第二好的成绩 获得了第二名 梁小静 以11秒13获得第三名 韦永利 获得第七名